亲爱的宝贝,欢迎来到大波奇思维,你是否常常觉得生活像是一团乱麻? 剪不断,理还乱,是否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,心总是被各种烦恼牵扯? 难以获得片刻的安宁与自在呢? 其实啊,人生本就充满了起起落落,而我们的心态恰恰决定了我们处于这浪潮之中的姿态。 今天呢,我想和你聊聊,若能掌握四个心态,你也可以像红衣法师那般超脱自在。 活出生命的另一番境界哦,只要你耐心看完,定能从中汲取到足以改变生活态度的智慧,让自己的人生从此多些从容,少些反忧。 心态一,淡然面对人生起伏,红衣法师的一生可谓是波澜起伏啊。 前半生,他爱而不得,家族衰落,母亲离世,那内心的痛苦,无奈,忧伤,悲凉,像重重的乌云笼罩住他。 可你看呀,39岁那年,他选择出家,从此看透了人间极苦。 放下了名利千半,心境变得淡然平和,超脱成俗,真正做到了知足常乐呢。 就如同那股诗营,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,人生总会走到看似无路可走的境地。 但若能有一份淡然的心态,就像坐在那水穷之处,悠然地看天上云卷云书。 又何尝不是另一番风景呢,红衣法师在面对生活的巨大变故时,没有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,而是选择了超脱,选择了淡然处置。 记得有一次啊,红衣法师因战事滞留在宁波七塔寺。 老友夏免尊前去拜访,看到他吃饭时只有一道咸菜,便不忍地问,这咸菜不会太咸吗? 法师只是淡淡地答,咸有咸的味道吃完饭后,倒了一杯白开水,夏免尊又问,没有茶叶吗? 只喝白开水,岂不是太寡淡了?红衣法师笑着说,白开水虽淡,但也有淡的味道宝贝,你仔细想想呀,生活可不就是如此吗? 有咸有淡,有苦有甜,这些都是生活的真滋味呀。 我们常常会为了那些不如意的事情而怨天尤人,为了一时的得失而耿耿于怀,可这恰恰是让自己陷入痛苦的根源呀。 倘若我们能选着红衣法师,用淡然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,无论是遇到好事,还是遭遇挫折,都把它们当作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。 认真去品味其中的味道,那我们的心就能时刻保持一份平静,一份自在了呢? 那在实际生活中,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培养这样淡然的心境呢? 不妨试试这个小方法哦。 每天给自己留出一段安静的时光,哪怕只是十分钟也好。 坐在那里,闭上眼睛,深呼吸,然后回忆一下这一天中遇到的事情。 不论是开心的,还是不开心的,都把它们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一遍,然后告诉自己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。 他们来了,又走了,而我,只需要淡然面对就好啦。 久而久之,你会发现,自己面对生活的波兰石会更加从容淡定了呢。 心态二,知足常乐,珍惜所拥有。 红衣法师刚到宁波时,居住在一家破漏的小旅馆里。 下面遵居士关心地问,哪家旅馆住的可还行? 法师却连连点头说道,臭虫不多,店主和善,住得很好。 他这一路上呀,不仅居住简陋,行李也十分简单。 破旧的草细胞就是铺盖卷,毛巾也是又破又旧。 可法师觉得东西还能用,那就更新的差不多呀。 道德经有云,知足知足常足矣,很多时候呀,我们之所以不快乐。 就是因为我们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,永远觉得自己拥有的还不够多。 想要追求更多的名利,财富,物质享受等等。 可结果呢,往往是在追逐的过程中疲于奔命, 忘记了去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那些简单而美好的东西呀。 就像生活中有很多人为了买更大的房子, 背负了沉重的房贷,每天辛苦工作, 压力巨大。 却忽略了一家人,其实在小房子里也曾有过的那些温馨时光。 为了换更好的车,加班加点赚钱, 却没时间去享受和家人一起出行的乐趣了呢。 其实呀,真正的幸福,往往就在我们身边那些平凡的小事里呀。 一顿家常便饭,一次和朋友的相聚。 一阵春日里的威风,都是生活馈赠给我们的珍宝呢。 那我们要如何学会知足呢? 可以尝试做一个感恩日记哦,宝贝。 每天晚上,把这一天中让自己感恩的事情写下来, 哪怕只是很小的一件事。 比如今天上班路上看到了一朵很漂亮的花, 或者同时给了你一个善意的微笑等等。 慢慢的,你就会发现,原来自己拥有那么多值得感恩, 值得珍惜的东西呀。 心也就自然而然的充满了知足和喜悦了呢。 心态三,慈悲为怀,善待众生。 作为一个出家人,弘一法师更是强调要用慈悲的心怀, 去对待云云众生呢。 每次他去学生分子凯家做客, 在做腾饮时总要轻轻摇一摇才肯落座。 分子凯好奇地询问, 法师解释说腾饮上可能落着小虫。 摇晃之后,小虫飞走, 这样再做下去就不至于伤害到这些小虫了呀。 到了临终前夕, 他还嘱咐弟子妙怜法师, 将四个装满水的小碗放在作画钢丝脚下。 就是担心在焚化遗体的过程中, 会有蚂蚁等小虫受到伤害呢。 慈悲为本, 方便为门法师用他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这句话呀。 其实呀, 慈悲并不只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品德, 它更是能让我们自己内心获得喜悦和安宁的法宝呢。 俗话说, 爱出者爱反当我们对别人付出慈悲和善意的时候, 最终受益的往往也是我们自己呀。 你想想看, 在生活中, 如果我们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他人, 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, 哪怕只是一个微笑。 一句温暖的话语都可能会像一缕阳光, 照进别人的心里, 同时呢, 也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格外美好呀。 而且呀, 长期保持这样的慈悲心态, 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也是大有必义的呢。 中庸理讲, 修身以道, 修道以人, 大得必得其寿, 说的就是心宽一寸, 并退一丈的道理呀。 那在日常生活中, 我们怎样去践行慈悲呢? 很简单哦, 宝贝。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就好了, 比如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个坐, 看到流浪的小动物给他们喂点食物, 对待身边的人多一些耐心和包容等等。 久而久之, 你会发现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和谐, 自己的生活也充满了更多的善意和温暖啊。 心态四, 学会放下, 释怀过往。 宏毅法师曾说, 生活本不苦, 苦的是欲望过甚。 人心本不累, 累的是牵挂太多。 职育一念, 会受困于意念。 一念放下, 会自在于心间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呀。 为出家前, 他可是社会各界公认的奇才。 在绘画, 音乐, 书法, 戏剧表演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, 过着风花雪月的生活, 是众人眼中的偏偏贵公子呢。 可出家之后, 他就与之前的人生彻底切割了。 那些过去的耀眼成就再也与他无关了。 他放下了过往, 放手了从前, 从而能更加专注地投入到修行, 弘法的事业之中呀。 就像蔡根坛中所说, 昨日之飞不可留, 留之则跟进赴门。 而陈情中类忽礼去, 今日之事不可执, 执之则扎则未化, 而离去反转为欲跟过去的种种。 无论是好是坏, 都已经是过去是了呀, 如果我们总是紧抓着不放, 那无非是在给自己增添无数的烦恼呢。 很多人常常会为了以前犯过的错误而自责不已, 或者为了曾经失去的机会而懊悔不迭。 可这样的纠结, 除了让自己的心越来越沉重, 又能有什么用呢? 宝贝呀, 我们要学会放下那些过往的成就, 不让它们成为我们骄傲放纵的资本, 也要放下那些曾经的伤痛和遗憾, 不让它们成为我们前行路上的绊脚石呀。 可以试着给自己做一个心灵清理呢, 并且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往, 把那些让自己纠结。 烦恼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写下来, 然后告诉自己这些都已经过去了, 我要放下它们轻装上阵去迎接未来的生活啦。 总之呀, 宝贝, 人生的旅途漫漫会有风雨, 也会有晴空。 若我们能像红衣法师那般, 秉持着淡然面对人生起伏, 知足常乐, 慈悲为怀, 学会放下这四个心态, 那我们就能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, 超脱自在的生活, 去感受生命中那些最纯粹, 最美好的东西了呢。 千万不要让那些无谓的烦恼和执念, 门闭了我们的心眼, 让我们错过了这难得的人生呀。 生活本就是一场修行, 每一个经历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。 让我们用这四个心态, 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篇章吧。 相信你一定可以活得越来越通透, 越来越从容, 越来越幸福的哦。 希望你时刻记住呀, 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扰, 只要我们的心守着这一份超脱自在, 那便是最美的安身之所啦。 所以呀, 宝贝, 从现在起, 就试着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吧。 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更多的阳光和喜悦, 去拥抱那自在又美好的人生哦。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呢, 加油呀, 我的宝贝, 喜欢大波奇思维。 不要忘记订阅, 按赞, 收藏, 转发呀, 下次见。